講義都在雲端上面 當然包含你們有印下來的講義之外 其實比較即時而且比較能夠 就是說最新的我還是會把它放在雲 因為主要他比較可以更新 而且那個 每一次上課的原始碼其實上面都有 那上個禮拜的話呢當然我們主要是講到 這個單元 OK 這個 所以你等一點開來之後的話呢找一下 然後我每一次也會講說我們大概上個禮拜的那個 比如說城市碼放哪裡啦 那你們自己才會找一下 那這個連結主要是我找了一下就是那個 政府的開放 因為政府開放資料最好找而且比較不會有一些 資料的那個什麼 爭議或者是說這個資料有費用問題等等 因為政府開放資料就是給你用的 然後我找了一個 應該是說大部分人 幾乎都會用到啦 因為只要 出國啦 或者是說你要跟國外買東西的話 一定有匯率問題啦 然後呢這個資料的話呢 當然他的形式是CSV啦 那好像他的編碼方式 是 Big 5 OK 所以呢我們如果今天呢有個需求啦 其實需求蠻簡單 就是第一個把它抓下來 那當然呢 你如果每次都是用那個下載之後打開來 就滿浪費時間 所以 我們第一步是直接怎麼樣利用Excel的爬蟲 直接把資料爬到Excel 那就可以省去 一個步驟就是你要下載打開下載打開 這樣子這麼麻煩的事情 那也就是說呢他提供的這個連結 只要 這個連結有更新的話 那我們下一次去重抓的時候 當然我們可以把舊資料刪掉 刪掉之後 重新再抓 那這樣 就可以 每次都有一些最新的 比如說像上個禮拜的匯率一定是跟這禮拜一定是不一樣的 那當然另外的話呢這個政府開放資料 他其實每我記得他每個資料幾乎都會提供那個什麼 就是提供機關的那個聯絡人的那個姓名 所以如果你假設 對這個資料有一點疑慮的時候其實也可以 他留電話啦 如果你真的想要問他一些問題的話這電話真的可以打的 然後更新頻率啦 什麼什麼 像是一些什麼寄費方式 應該理論上是免費的 不過未來是不是說有可能是要付費嗎 我這也不知道 然後分類有沒有哪一類別啦 所以如果你對投資理財相關的有興趣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再去找相關的這個 這個資料去練習 其他的話有一些關鍵字啦 然後另外的話底下還有相關 相關的資料集啦 如果各位有興趣 當然你可以換個資料去玩玩看 那甚至底下他還有一個討論區 他這邊還有會有一些人會發問 因為 這個資料其實他有個缺點 就是好像只提供當月的 如果呢 他這邊有個問題說如果他想要取得三年以上的資料的話 因為你匯率 當然 你取得的那個數量越大的話 你分析出來的結果 但相對的話呢 也比較有參考價值啦 比如說到底那個 比如說到底美元現在是高點還是低點 當然我們不管什麼美元指數之類的問題 我們看歷史資料就大概知道了 有沒有歷史資料如果近十年 應該要突破三十二期就已經不容易了 最近好像已經快要三十二了 OK所以已經算滿高的啦 所以如果你有買很多美元的時候 你就考慮到 是不是最近 可以把它 賣掉了 OK轉換成台幣 如果他跌像 日幣也是一樣 日幣有沒有 歷年來 近十年 其實真的是可以抓十年內的資料 然後十年你看一下 十年其實 理論上 好像要低於 0.22 0.21 好像沒有 OK 所以理論上你說現在這個應該是 低到不能再低 可能再低 但沒有人敢 沒有人敢說不能不會 可是理論上已經夠低了 如果再低的話 這有點不太合理啊 因為如果你假設有去日本的話 你應該可以感覺到 所有東西都實在便宜到一個不行的地步 真的 只是因為我沒有那麼強烈的購買欲啦 所以我其實也買一點東西 但我會覺得 實在是太好了 所以去 所以為什麼 我們那個 最近台灣人很喜歡去日本 你會再去 你感覺到 所有東西 整個都便宜 非常非常多 像我舉個例 像我們去逛UNICRONE 我覺得UNICRONE 台灣的UNICRONE跟日本大概 大概應該半價 真的耶 所以你會發現如果你要買衣服啦 那你大概去UNICRONE 如果你要買UNICRONE 那你乾脆就是 去日本再買就好了 所有東西都半價 感覺其實蠻差蠻多 其實他有蠻多東西的 我發現 他很多東西 像那個 那個什麼 唐奇科德 OK 他裡面東西也是一大堆啦 也是都便宜 因為我不太會買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有些東西其實算 非常便宜啦 OK 那當然他另外他有提供就是說如果你要完整的不只是 他最近 最近兩個月的 他這個應該是最近兩個月的 那其實他底下他這邊還有建議 所以他其實會回覆 他這邊還有一個網站 這邊好像是什麼 Test Fit Fix 這個吧OK 你可以連過去看一下 那這個網站的話 奇交所 其實裡面好像也有一些 這個有關於 外幣的 這邊有一個交易資訊 這邊有一個叫每日 這個外幣參考匯率查詢 那我發現他提供的那個 提供的 就是範圍就可以更大了 就是不只是兩個月喔 如果你要查哪一天開始哪一天起氣的話 那比如說起我假設你甚至可以直接改成2022吧 但是我發現在這個網頁 有一個缺點 就是只能夠 查一年的時間 OK一年喔 OK 所以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假設啦 我如果 給他2022 7月1號到8月 2023的8月2號 好像已經超過一年 所以你按送出 他裡面好像會有一個Java script擋下來 我看一下 對 這個地方他馬上出現說 查詢區間不可以超過一年 那這個地方當然我如果把它改成8月2號的 比如說這邊改成8月2號 那等於就一年 OK 那按送出 他可以幫你把一整年的資料 通通都幫你 抓下來 不過另外跟我們現在練習的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就是這個是一個網頁 有沒有 那我們剛剛之前列習是CSV CSV其實比較簡單 直接抓就好了 那網頁的話 其實就 又複雜了 為什麼 因為網頁背後的話 按右鍵 其實你會發現這邊一個 檢視網頁原始碼 雖然我們看到的資料 是像這樣的表格形態 可是他背後 其實 運作的方式 其實都是透過這種原始碼 那你說這種原始碼 如果假設 我今天 有需求 我希望抓一整年好了 那如果說 我要用那個 ECEL來 抓的話 那該怎麼做 有沒有辦法透過ECEL 裡面的 當然一定要寫VBA了 這個難度比較高一些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我想 留個伏筆吧 就是之後的話我們再來看 因為這個比較困難一些 我們 原則上 還是希望 漸進的啦 OK 就是 先講一些比較簡單的 然後再講一些比較困難的 OK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 再延伸去了解一下 這方面匯率的 相關的參考資料 那上個禮拜的話呢 我們主要 教學論壇 其實裡面也有提到啦 所以我們上禮拜 基本上的話呢 主要就是把那個 就是台北市的那個 住宅竊道的 那個範例 把它ending掉了 然後呢 再 做了一個 剛剛講的這個 外幣的那個 資料下載 其實主要沒做太多動作 第一個 就是利用那個 的一個範本 OK 所以 我把那個 我們上個禮拜的那個範例 打開來好了 我是建議每次 上課 盡量 一定要把檔案存下來 OK 據存哪裡 你們自己在 再看吧 OK 最簡單當然 最好是帶一個隨身碟 我想不要 因為我不確定這邊的電腦會不會還原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存到這邊不會還原 OK 那還OK啦 可是怕說 他這個有時候會重新再 再 還原的話 那你資料就可能會不見 如果 暫時如果沒有帶隨身碟的話 那不妨喔 你就是 看 先把它存在 看某個地方 好 那我的習慣是有隨身碟 好那第二個的話就是我們上個禮拜 重點就是說在開發人員裡面貼了一個範本 那個範本的話呢 在雲端上面有你們可以找 其實就是這個啦 有沒有 就是匯率下載的一個sub 那其實裡面就補了兩個訊息 一個訊息的話就是說 你的檔案在哪裡 那你說 這個地方 我有 稍微補充一下 除了說可以連結到 網路上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你如果 假設是檔案的話 也可以直接用這個方法 有沒有 從那個test分號後面 直接給一個路徑就可以了 但是記得那個副檔名 一定要給 有沒有他的結構一定是 哪個磁碟的哪個目錄 有沒有 目錄中間的話呢 一定有一個 這個反斜線 也就是說這個目錄裡面的 最後的話一定有一個檔名跟副檔名 那你就把那個 檔案給抓進來啦 OK 那當然 副檔名的話是 CSV啦 不過其實CSV就是文字檔 所以未來 你把它改成 點 TST也可以 因為其實只要是文字檔案 這個 query table 物件 其實都可以吃 所以 我們這個範例 其實還可以用在 蠻多地方 上面 比如說你要想要 從外部 開文字檔案 到 Excel 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就可以用 這個範例了 那其他的話就是說那個編碼方式啦 如果你是BIG5的話 那就是950 如果UT8就6500 你大概就這樣而已啦 其他應該 也就沒有太特殊 另外呢 那 賄賂資料的話呢 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那個 他的日期格式不正確 所以呢 為了要修正這件事情 那我們寫了一個 修正的一個SUB 那修正的 部分 主要就是在中間加斜線 因為 在 Excel裡面 他主要要怎麼樣辨識日期 很簡單 年斜線 月斜線 有沒有 年跟月一個斜線 月跟日中間一個斜線 所以呢 我們就配合這個方式 然後跑個回圈 把他中間呢 串接一個 斜線 然後呢 分別把年 月 日 分開來 那最後加上一個自動調整欄寬 A篮自動 調整欄寬 那這樣的話呢基本上 就可以得到一個 相對是比較 正確的一個日期格式啦 OK 是這個 那最後當然我們把這個寫好的這個SUB有沒有 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程式 的尾巴 也就是說我下載完之後 自動幫我修正日期 那這樣不就整個就串在一起了 當然未來如果 一樣嘛 如果說假設你下載完資料發現 你下載的資料 那個你要的資料呢 需要做一些什麼動作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再把城市寫在 這個城市的下方 所以上個禮拜 第一件事情 就是下載資料 並且修正日期 這個第一個step 這個城市 雲端上都有啦 我是建議 各位 回去的話可以 當然你貼完之後啦 我是建議你回家 也許你重新再來過 Delete掉 自己再做過一遍 比較task啦 不然的話像 這種城市類的東西 真的沒有做過 不叫學會 而且 做過一遍呢 你還要確定說你是不是熟練的 如果你不夠熟練將來 你要拿來做應用 也會是 比較大的問題 OK 而且要很清楚說到底改了什麼地方 如果你實在是記不起來 我建議你可能 自己稍微再做一點 你屬於你自己的筆記啦 不然的話下一次 哪怕是 你要拿來 運用在工作上的話 也可能會遇到狀況 OK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畫圖 因為你資料都下載下來了 像上個禮拜 我們 這個這個把他跑一下 跑我習慣是 這個中斷 這個中斷點 停一下 讓他停 或者按F8 不過按F8可能要按還蠻多下的 那我有習慣 針錯裡面除了按F8之外 我另外 我會 在看城市的時候 會 在這個 城市 的 這條線的左邊 點一下 那這個叫中斷點 什麼叫中斷點 就是 城市跑一下 他會停在我想 停的地方 OK 我大概停在哪裡 停在清除資料 然後下載完之後修正 讓他跑一下 停在這裡 那這一行等於是還沒跑 那怎麼讓他往下跑 按F8 有沒有 清除資料 所以你會發現後面的資料都被我清光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到我的根目錄底下去抓那個 資料過來 因為這個根目錄比較快 Refresh 一下子就馬上抓資料 但是 你現在抓的 假設啦 如果我用上個禮拜下載那個檔 會有個很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因為 網路上的資料是更新的 但是呢 我上個禮拜抓的沒有更新 那所以怎麼辦 我建議 可能改一下比較好 改 就是 直接拿那個 我們有沒有 這邊檢視資料 有一個連結 把它改成網 網路上面這個連結好了 我覺得 比較 比較有一些update 不然的話都沒有update 變舊資料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上禮拜應該是 我看抓到哪裡啊 Ctrl向下 7月26 那今天8月2號 所以如果我現在抓的話呢 他好像是兩個月 所以6月好像就會不見 我再試試看好了 那我如果希望讓他重跑程式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這個箭頭你可以往上拉 把它重跑 重新執行一下 一樣把資料清掉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就不是抓我 電腦裡面那個檔 而是抓網路上面那個 伺服器上面那個檔案喔 OK所以理論上應該是更新的 當然也跑比較慢一點點 其實如果你檔案已經下載會比較快 End with 修正日期 不過你會發現 Ctrl向上好了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他真的就是兩個月 反正呢 8月現在到2號 他就給你到8月2號就對了 8月1號 所以他可能就是 我們他給你的資料 是 這是前一天的 然後呢 然後呢 是從那個上個月 給你兩個月就對了 他不會給6月 OK所以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 如果假設更新過應該會是7月到8月 然後修正日期的話 我剛剛講過了 因為他給的這個日期 等於是一個數字 他不是日期喔 所以如果假設你直接在以色列裡面按右鍵出這個格式喔 他理論上會把它當成通用格式 其實就數值啦 但你這個地方就不是正確的日期會造成 你將來畫圖的時候會發生錯誤 所以我就把它修正 那修正我是跑個回圈 那最後怎麼樣 把它AutoFits 有沒有 這樣的話就是一個日期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上個禮拜最後 還有做什麼 畫圖 畫圖畫哪裡呢 畫在這邊 馬上要更新了 上禮拜有畫過了 那我就把它刪掉一下 舊的刪掉嘛 然後 再讓他重新跑 那我們上禮拜是 先跑一個 美元 然後人民幣 最後是全部 全部的話就是 全部讓他 跑完之後呢 可以看到 等於是7月8月 好像變動不大 好像有下來一點又上去了 OK 人民幣好像也差不多 歐元好像是上去 然後又下來一點 好像跟美元相關顛倒 那日幣的話呢 最近也是 這個 下來一點又上來一點 OK 變動不大 好 那所以 這個是上個禮拜的部分 那今天的話呢 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說這個 前面部分 反正還是一樣 先把它做出來 然後再來思考一個問題 那目前我們 是把 總共這邊有10個欄位 這個匯率資料呢 把它劃成 10個 折線圖 有沒有 而且分別放在我們想放的位置上面 其實這樣就很方便了 以後如果說你假設有很多個欄位的資料 你就可以這樣往下放 但是 你會發現有一個 如果啦 我想要 換一個 方式呈現 什麼方式呢 因為目前 好像太寬了 如果我今天假設啦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就放一個美元在這邊 然後把人民幣 我不要放在下面 我把它放到他的右邊 OK 一個嘛 然後再來就是把歐元放在這邊 然後把日元放在右邊 可是問題來了 當然不是叫你塗髮煉鋼 因為你每次如果塗髮煉鋼的話 蠻浪費 而且不精確 而且不好調 可是如果今天呢 我希望 可以在城市裡面動一點手腳 OK 所以就是延伸上個禮拜的 這一個 呃 城市喔 所以上個禮拜那個城市嘛 應該還記得吧 其實城市不多 而且主要增加兩個變數 OK那兩個變數呢 還記得吧 K嘛 K等於K加10 另外的話呢 我們 就是藍的地方 哪一藍 的位置喔 有沒有 所以呢 我們就是在加一個 COL的變數 上禮拜好像最後 我又把它稍微改 本來是用MID 最後我是把它改成用CHAR 其實就會簡單 很多 但問題喔 理解上面是 比較好理解啦 這個 看個人啦 我是覺得 城市喔 有的時候當然精簡是一回事 是沒錯 但是如果你寫完城市之後發現 這城市我要回頭 我要看我要理解 不好理解的話 那我導建議喔 你寫你比較好 比較好理解的 這樣的城市敘述 還記得吧 我們上個禮拜的那個 城市碼 我是把它放雲端上 所以你們自己找一下 理論上這一段城市碼 這個是第一段 會議下載嘛 然後第二段的話是 那個修正日期 修正日期的話在這裡 這一段 第三段的話呢 就是美元折現度 那個人民幣折現度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是 全部折現度在這裡 就這一段 所以這一段的話基本上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複製貼 刪除圖是這一段 那我原來是寫這樣的 有沒有 用密的 最後好像 就是 把它稍微改了一下啦 不過我不曉得同學對於 這兩個敘述哪個 那我原來寫這樣的意思是說 反正呢我這個密的 這邊有個i嘛 反正 密的是切字 切幾個字切一個字 那反正你i如果是1的話 就是得到b i如果2的話就得到c 以此類推 bcd到k 那這個chr的話是他的內碼 所以啦 看個人的 如果你假設 你那上面方 用chr反而 好像不好理解 我是建議乾脆你用密的好了 因為我覺得密的 比較 看應該是 比較可以理解 而且將來你要自己寫 不要寫得出來 但是chr可能 對 大部分同學內碼 可能不是那麼熟悉 所以要不就是 你記你比較好記的 OK好 請各位試一下 那這 兩段城市嘛 有沒有 這兩個我是把它分開來 都在雲端白板上面 那請各位 自己再稍微找一下 這一段應該是雲端白板 第八頁的地方 那如果這個ok之後 思考一下 如何把那個 剛剛講的 美元折線圖 有沒有跟著密密折線 邊一個左邊一個右邊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OK 那城市不多啦 不過 我是建議 真的回去還是要多練習 因為像這種城市東西 真的如果 我完全 不熟悉的話 說真的 以後你要拿來做變化也是 很大問題 OK 所以 建議是 你或許可以拿我雲端白板上面的城市 先 試試看 然後 然後建議 如果可以你把它刪掉 刪掉部分 然後呢 自己再做變化 或者是說不一定是匯率啦 你可以抓別的資料 換個資料 試試看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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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